为了自己和小白的幸福 安医生也是够拼的 这满身的伤痕都是被自己老爹抽的 但是能怎么办呢 他的小孩从小就没有父母 他不仅要爱他 还要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学长也特意去找小白 他倒不是想挽回什么 相反 一直以来他都在为安医生考虑 无论是当年的不辞而别 还是现在的突然出现 他都不想打乱学弟的生活 这次来找小白一事告别 再就是给他一点忠告 我跟你说 你心里想什么 就直接告诉他 要不然 他自己来做很多事情 让你觉得阻碍 什么意思啊 你跟他相处久一点就会知道 果然最了解安医生的人 还得是学长 安医生这会又在老爹门口 上演苦肉计 只要他们不同意 安医生就准备常规不起了 反正他是铁了心 要和小白一起 父母这边他一定要搞定 安医生的母亲 看自己宝贝儿子又回来找抽 都快抽死了 他是真心疼啊 可是这爷俩一个比一个将 谁都不肯让步 他跟他聊一下 聊什么 你们父子养真的一个样 死硬脾气 想让从小没有爸爸妈妈疼着他 有一个完整的假 我先上去 你爸那脾气你可能小心点 还有 如果还要跪整晚 妈拿个垫子给你 不要那么笨 直接跪地板 好了好了 不要担心 安医生现在很着急 因为他白天偷偷去看过小白 很明显 小白现在很难受 很不安 他不知道安医生怎么了 突然消失十多天都不出现 安医生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但是他不敢出现 他怕自己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勇气 会溺死在小白的怀抱里 他必须尽快解决自己家里的问题 果然回家又是一顿竹笋炒肉 他身体的疼痛远远抵不过心里的折磨 这一刻他特别想念自己的小孩 于是顶着一身的伤 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人 只是这个爱的抱抱 真的承受不来啊 不过 好在这段黑暗的日子总算过去 安医生终于等来了父亲的妥协 他只要养好伤 就可以去见他的小孩了 这次见面 安医生打算坦白一切 但是却刻意忽略掉自己受伤的过程 他知道自己这样小孩会生气 但是他真的不想小孩受伤 他要一直一直把他保护得好好的 不让他受一点伤 不是不见 是不敢见 我怕见了你 连勇气都没了 会想一直留在你身边 不是说好了要一起面对 不要一个人苦生是吧 我会心疼 幸远爱 我生气 那我能怎么办 下回 这礼拜跟我回家一趟吗 回家 哪个家 喂 我爸妈 你未来供活的家 然而提到去见父母 小白还是退缩了 他真的好怕啊 建雪 你爸妈 能接受我吗 重点是 你是我要的 建雪 你真的会 俘 因为 你 你就是 老 你ก 要 小 给你 你